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中原大学奈米中心 水生生物独理与药理服务平台的简介 那我是中心主任萧崇德老师 首先我们的中原大学水生生物独理跟药理研究中心的组织架构呢 有校内三位老师 分别来自生科系萧老师 医工系葛老师 还有林郑安老师 那还有校外的四位专家 包括屏东大学应用化学系的陈黄周老师 黄中庆老师 还有来自文化大学化学系 赖运衡老师 还有嘉义大学学生生物系 拜红志老师 所有我们的组成来源呢 有校内跟校外专家 那另外校内的专家呢 每一个老师最近这三年五年内呢 都有执行科技部计划 而且呢都获得了这个科技部的研究奖励补助 所以我们的研究阵容呢是相当的这个坚强 那中心主要的研究有自主研发的项目呢 主要是我们的强势项目在于我们有自主研发的这个 水晶生物的心跳跟运动的追踪软体跟硬体 那以这个图来讲的话呢 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种的这个行为的量测工具 像是个呢是三维的空间运动 那再来呢是研究多种的这个社交行为 还有日夜周期还有短期记忆 还有颜色选别 我们等一下会做介绍 那这些自主研发的这些硬体跟软体呢 它可以就是说帮助我们研究很多 大家过去不容易研究到的一些生命现象 那我们呢也成立这个对外服务的研究中心的平台 可以对外收建 那这个平台呢主要是基于水藻跟斑马鱼 那如果是水藻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做它的独理分析 那斑马鱼呢主要做幼鱼的独理分析 跟成鱼的行为独理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自主研发的这些ELISA试剂盒 那还有一些自己研发的软体 可以来协助国内国外的专家 进行这些环境读物的测试 那也包括来自我们奈米中心 各种奈米材料的这些毒性测试 那以这个心脏血管生理来讲的话 我们的核心技术在过去的三五年内呢 已经发表过相当多的文章 例如说我们在2019年 有用ImageJ开发出量测斑马鱼呢 心跳跟血流的一些工具 那又例如说我们在2021年 就是今年呢 我们又发表了两种不同的演算法 一种是基于Chemograph 一种是基于呢 机械视觉叫OpenCV 那这两种方法呢 都可以用来量测鱼类 或者是水澡 它的心跳 的一些律动 有没有受到环境污染和影响 那它的应用相当广泛 我们使用这个技术呢 也发表了在2019年 主要是利用离子通道的一些抑制剂 或者是结抗剂呢 来做高通量的筛解 那我们发现到呢 有一些钙离子通道抑制剂 或者是钾离子通道抑制剂 或者是钠离子的这个相关的 我们进行筛选 筛选之后呢 我们进行分子对接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 这些抑制剂 它的机理是什么 是透过了哪个分子 在哪个位点呢 进行它的分子的这个干扰 那也顺利的发表呢 在这个Sales 那又例如说 我们也可以研究农药 像这个是Carbofuran 加宝夫 跟我们这个奈米酮 氧化酮颗粒的一个复合毒性 因为加宝夫 这个Carbofuran呢 是一种相当毒的一种农药 那它有的时候呢 在环境中 跟另外的奈米的颗粒 具有互动性 那在这个文章中 我们发现到呢 它的交互使用 有更强的加成性 会主要是透过 抑制了这个乙烯胆碱的 酶的活性 那还有呢 增强了氧化的压力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测一些环境的一些 未知毒物 像这个是 我们的蟑螂 CANFO 那这个蟑螂呢 对斑马鱼 在高浓度 也具有一定的这个 心脏毒性 这个也于2021年发表 那另外比较有趣的是 是我们对于一些所谓的环境的一些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 像我们常吃的这个人工甜味剂 那它对于这个斑马鱼 这个急性毒跟这个亚曼性 有没有毒性呢 我们做了测试 它发现各种不同的甜味剂 测出来的结果呢 毒性比较小 那再来它对于这个我们熟知的莱克多巴胺 它主要是可以促进我们的心脏血管 还有这个代谢呼吸的这个效率提高 那我们透过这个竞争剂 这个POPONERORO 就是所谓的它的这个 BETA受体的这个结抗剂呢 可以进行结抗 那就证明了这个莱克多巴胺 它主要是通过这个BETA的这个 的这个受体 来传递它的讯号 而且呢 跟它的这个 它的激活剂跟它的抑制剂之间 有一定的这个竞争反应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 所谓的保护性筛选 我们这个做工作主要是跟 平中大学陈黄州教授合作 也就是说利用了这个酮 会诱发心脏产生心率不整的现象 毒性相当的高 之后呢 我们利用对酮有高度亲和性的 这个GHK三生态 进行Rescue 那可以发现到呢 可以很有效的将这个铜的毒性 Rescue回来 那我们这个做工作呢 主要包含了怎么样去制备GHK Tripeptide 那还有呢 怎么样去降缓它的这个生物毒性 铜的生物毒性 那利用这个方法呢 也开发出相关的保健医疗品 食品 那再来我们基于这个鱼类神经行为呢 也是我们这个中心的一个研究重点 因为过去的几年内呢 我们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 什么样分析鱼类在空间中 三维的运动解析 它的这个空间的运动轨迹的解析 那也利用了呢 这个塔形装置 可以研究多种的斑马鱼行为 那这个主要呢 被邀请Current Protocol 写成一个方法学的专刊 那另外对于早期的神经行为毒呢 我们利用了这个尾部摆动 也写了一个聚集指令呢 可以分析它的这个尾部摆动的活性 这个对于呢 神经毒性的筛减 是一个很方便和高通量的一个方法 那对于成鱼的话呢 我们主要也可以制作一些 所谓的日夜周期箱 来观察鱼类 它在白天跟晚上的 日夜周期性的运动行为 那也设计了T型民工 进行改良 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呢 将鱼训练 然后来看它的短期记忆力 这个也在2020年发表 那再来的话 鱼类的颜色喜好 它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呢 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喜好程度 我们利用了这个简单的喜好 颜色喜好装置呢 可以用来做高通量的评价 那利用这些技术呢 我们的确成功的发表了相当多 这领域相当多重要的一个发表 例如说我们呢 在这个石墨烯 所谓的环境奈米材料 发表在这个环境保护的 这个旗舰级的期刊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那例如说我们也发表了 这个抗忧郁药的大通量筛选 将常见的抗忧郁药呢 进行它的这个对白马鱼活性的筛选 那另外呢 那我们也跟这个医工系葛中永老师呢 合作研究这个奈米磁铁 它的这个生物相容性跟毒性 那也呢 跟这个来自嘉义大学王文德老师 研究杀草剂的这些相关的毒性 那还有呢 比较热门的 这个文章被高度引用 就是所谓的塑胶微粒 它对生物斑马鱼的这个影响 包括在大鱼它一些神经行为的改变 那还有呢 比较有名的材料含碳的材料叫傅勒锡 又称为碳六石的这个八匹波 那这样子的污染物质的涵盖种类非常的多 多样性 各位可以看到来自材料型的污染物 有农药的 有环境污染 有新型污染物质呢 所以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就是斑马鱼 它的神经行为 的确是一个相当好的指标 用来评价各种不同的环境污染物质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开发一些新型的 一些所谓的简单的筛选模型 那这个主要是透过五脊椎动物来进行 包含了黑壳虾 那我们的主要呢 是跟我们的嘉义大学合作 利用黑壳虾呢 当做一种新型的模型来评价呢 所谓的这个新尼古丁药物 它像这个 Imitocorporate 我们的这个 易达安之类的相关的毒性 那也开发呢 利用水藻跟斑马鱼的双重平台 来高通量筛选的各种农药的这个 急性毒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 是脊椎动物 那水藻是无脊椎 那有的时候筛选的脊椎呢 就忘了无脊椎 所以我们是希望提出一个model 就是说使用呢 脊椎动物的这个斑马鱼胚胎 跟无脊椎动物的这个模型的水藻 进行一个同步筛解 然后用来呢 同时评价各种农药的这个毒性 那右手边这边可以看到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黑壳虾的平台 我们可以利用它的运动力 还有相关的这些生理活性呢 来评价农药的活性 毒性 那再来新兴相关的这个模型呢 我们最近也开发了一个 比较有趣的模型 就是所谓的美国熬虾 美国熬虾呢 它的熊虾跟母虾之间呢 有不一样的行为 各位看到熊虾跟熊虾呢 它会想要打斗 那熊虾跟这个雌虾之间呢 它们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进行交配的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平台来研究 有关于这个环境荷尔蒙 或者是环境污染 怎么样呢 增加或减少 来自这个公虾对公虾的斗性 或者是增加或减少的公虾对母虾的交配行为 这个呢都是环境可以利用这个 可以做高通量筛检 那越大型的生物呢 它的生理越接近脊椎动物的话呢 它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 高等生物的生理特性 所以呢 我们在筛选的时候通常是使用多种不同的模型 如果要做高通量筛检 可能会先从简单的单细胞 包括像这个赤膜虫 像伊藻 像我们这个草铝虫做筛检 那再来会进化到可能是低等的无脊椎 或者是这个鱼类的胚胎做筛检 那最后呢 再把这些资料汇整呢 去提供做小鼠的这个哺乳类 或镊齿类的筛检 好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个中心 主要的研究 或执行的面向 有三大面向 第一个面向呢 因为我们是附属于这个中原大学研究中心 所以我们的最主要的第一目的呢 就是指导校内或校外 合作伙伴研究生 论文发表 跟科学的这个文章写作跟撰写 那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第一个目标 增加我们中原大学的研究能量 第二个呢 我们会利用这个中原大学中心的平台呢 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内做指导 或者是产业界 增加我们的这个产学合作 或者是呢 跟不同的单位进行横向的合作 增加这个研究的深度 再来我们也会积极的跟各个单位申请 举办研讨会或技术推广会 来增加呢 本中心的研究能量 那也呢 可以替这个技术做推广 那过去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内呢 也承办或者是协办了多个研讨会 例如说2019年 在中原大学所举办的第一届的生理 生态独理研讨会 就是由本中心本人来承办 那到了今年2021年呢 第二届在嘉义大学呢 我们来协办 那另外我们也有呢 这个脸书的这个粉丝专页 提供这个合作伙伴 或者是平常教育大众所使用 那最后呢 本中心最强的这个优势 就是我们有不断研发 自主研发的这些多种生物的平台 那还有呢 我们基于这个大数据 深度学习演算法 使用了不同的这个工具 像Python这些所谓的平台呢 进行这个深度学习的平台的架设 那进行大数据的演算 那另外呢 本中心有很强大的这个 数理分析的能力 包括了这个生物资讯呢 还有包括我们的生物统计 将这些大数据呢 做一些降维分析 包括热图分析 组成分分析 碎形维度分析 T-SAM 统计分析 还有呢 做一些所谓的区类分析 那的确呢 在这样子的工具的协助之下 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内 的确发表了相当多重要的文章 那这些文章呢 替本中心定下了相当良好的基础 那未来呢 那未来呢 是希望能够跟国内外 各个专家 团体 合作 然后呢 来 做更多 更有趣的研究 跟这个 贡献 那谢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